大家好,這次又是Wilson 玩具季的時間 不太新,就開啟一下Robot 魂的EVA 2 號機 為什麼呢?話說,就像後面的姿勢,降落的姿勢一樣 它推出的時候,價錢是470元,太貴了,沒有買到 原來現在跌到三字頭,不講實質數,變成300宗 就入手了,為什麼會入手這一款呢? 主要是因為它有S型裝備,一出場降落後好像都沒見過 但如果說新劇場版的2號機,最吸引來說,我覺得是這套裝備 再加上它的武器,主要是這支老炮 這支老炮最可惜的是RG版是沒有的 所以就算你只想拿一支炮來給RG用也好 你沒有買RG的,你直接玩EVA 我覺得這隻近期來說都頗值得推薦 比較一下,我自己有組裝RG版,也有拍過片給大家看 比起大小,比起RG版比較小 比起RG版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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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RG版比較貼近於 平時1.144HG高達的尺寸 它不是矮的,大概是NUM GUNDAM那麼高 放在之前,我也有買的ROBOT雲初號機 和零號機 我稍後會再說一說為何之前買了這兩隻 都是一些跟模型做不到的東西相關 而我自己也有研修過瘦屋的EVA 所以我要展示出來都買了太多東西出來 今次的影片就不放那麼多東西了 主要就集中說回2號機 我到最後再說一說這兩隻為何我會買了 都有一點點原因 今次就簡短一點,我先說了2號機 說到2號機 就說一下它的顏色 之前RG版有一個 我在影片中也提及過 它的眼分件有一個分色給你的分件 那時候RG我跟大家說過 看看 它的眼睛 我為何會拿RG版出來說呢 因為它的眼睛 我這個是自己有的 就不是用它幫我分析眼的零件 如果你用它幫你分析眼零件 其實你看到它前端綠色的位置 就會大了很多 如果你有看過別人組裝就知道 有些人只用透明分析件 那個綠色的位置會大了很多 就是因為它沒有做到上下兩層的分析 其實它是最尖的 就是最外面的圓形件是綠色的 它後面有一個位置 你都會看到有一條戒 那個位置其實應該是白色的 但是呢 它RG的分件 它就直接把那一塊白色的 都變成綠色 那這次如果你反正都不是上色的朋友 那你又覺得RG那個分件 搞到它變成大眼仔 不漂亮呢 那其實這次這個Robot1的版本 它就是用了 剛才Wilson說的那個我自己上色的方式 是它上前面的眼睛 那你買的時候就記得了 那有時候QC的東西很難說 那你看清楚 最重要就是你在盒背 因為現在它在盒背上有透明位 那你記得在這個洞位 看清楚那四隻眼 這個 始終都是靈魂之槍 看清楚最少這四隻眼上色有沒有上歪 之類 那檢查一下QC 那其他部分就沒有了 現在很多遮住了 沒得檢查就撞手臣 但都要說一下 因為這次呢 比較像一種 平時Wilson玩的一個 怎麼說呢 補色的狀態 就是它好像模型 成形式機 然後補色的狀態 線當然都是沒有滲 那你如果自己 你都不會賣出去的 那你都不妨可以滲一些線 因為它這次呢 多了這一個S型裝備 就多了一些可以滲線的位 它主體就其實沒有什麼的 或者這個 這個 這個 其實不知道應該怎麼稱呼 它都有換過一個新的件 因為平時Evan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很小塊而已 那它這次這個S型裝備呢 這裏都改了 就是拔了出來 然後插一塊新的件 這裏都有線可以滲的 那這個就自己脫兩 就是自己想滲就滲這樣 那還有呢 比起自己組裝的分別呢 最大就是沒有了號碼 有個號碼的嘛 那我 對 robot 雲呢 就沒有這個號碼了 還有手的這個也是 那 其他那些 RG那種 周身水貼那些 就不要計 這些就基本上 一直以來 就算以前舊的模型 都可能會跟上貼紙 或者刮貼給你的 那它這裏就沒有了 那可惜一點 就是 robot 雲有時候就是這樣 比較 簡潔一點 它就簡潔到一些 這次連一些 我覺得 我覺得一些基本 應該要有的marking 都省略了 那這個是比較大的缺點來的 還有現在買一隻 這樣的robot 雲 你說便宜了 都要三百多元 都真的屬於貴的 那 它 如果你問我 總括而言 你問我 我便覺得 性價比是一般的 為什麼呢 在塗裝上 剛才說了 補色 你可以看到的 其實這些 紅色這些膠 絕對是成形式來的 不是油來的 肯定不是油來的 我覺得白色都應該不是來的 只是單純用分件去分了色 黑色那些可能是分件來的 但都應該是成形式來的 所以變成了這隻 比較有油漆的地方 就是這些粉邊的白色 這一塊黃色 黃橙色 那樣 隻眼 隻眼那幾點綠色 還有隻手的這些 橙色和紅色的一點 它都做得足的 其實它補色是補得很足的 沒什麼位置很隨便沒有補色的 它應有黑色 這些不是滲線位 這些平時整顆黑色 這些都沒有 沒有這樣做個坑槽 就不補色給你的 其實它補得足的 你看到腳底分色 做得很足的 其實都OK的 只不過你要記住 它這些是成形式 成形式的不好處 就是它完全沒有coating在上面 有時候現在就算成形式 有些 譬如我當 K版的 Double Setter 那些 Robot雲 它 都會有層 燒光的coating 所以如果這隻 你想它保養得好些 始終它成形式 變黃的機會是大些 氧化的問題會比較嚴重 所以 我覺得如果你不會賣出去 其實 很多Robot雲的東西 如果你家裏有工具 技術上許可 可以不妨去噴一層coating 你喜歡燒光就燒光 不喜歡的話 你半光之類 你自己決定 這件事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 如果你就這樣 有它 其實你如它 擺得久 尤其是 你不 反過來說 你入得合內 香港始終潮濕環境 它的白色變黃的機會 都大 所以 這些地方就要留意了 反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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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出來 然後你又 偶爾會打理一下 你家裏會開冷氣 反而 反而你展示出來 變黃機率 就比較低 對 我就 大致上 可以講解的是這樣 顏色上 看一看可動 可動 可動 其實它又不是去到超可動 但Eva的可動 不會差的 老實 這些腳就一定不會差 對摺 因為它始終沒有什麼 阻礙 做那些 之前 電影版的 跨欄 那些 跨的電纜 那些 完全沒有問題 它 手這個位 跟 瘦屋的Eva 瘦屋的Eva 再差一點點 因為它有些肌肉位 頂住 就摺到這樣 不會去到對摺 基本可動 都是OK的 頭向上摺的 幅度 因為它有 再 兩重 應該有兩重關節 頸一重 然後頭這裡 有兩重的 你看到我頸部 拉上的時候 這裡有兩重 好像那些 MG 有骨架 有拉伸 有兩重的拉延 所以 向上看 都可以看得到 很高 沒錯 事不宜遲 我現在 拿到它的武器 給大家看 首先 就是這個 超電磁陽光筒 這個 它的老炮 這件 基本上 是我這次買的 目的 台座 就是 第一次 初回出 初毫機 當時送的 台座 當時 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 不想 失去 初毫機 一出 為何會買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怕之後 沒有了 這個機會 入手 台座 它 都是一般 雲 Stage 的 所以 它有 藥膜 3mm 洞 就在電纜的位置 可以插得到 但是 要注意 雲 Stage 那些 那顆 3mm 洞 那支 桿 那支 插口 那支插的棍 略略 粗了少少 它會 賺到 插口位 輕微 有少少白化 這裏可能看得不清楚 但是它會 賺到 口有少少白化 因為我之前試過用在RG的模型上 即是 用在RG的EVA的洞 是有少少賺到 它會有少少白化的 那我搞到 我都要 搞到那些位置 我要補一補油 等等 因為我本身 RG的那些我都是 燒光式的 那 這個要留意一下 那說回來 它這個 超電池氧工筒 有一個 挺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的後面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可動軸 那你現在看到我開的時候 就不用怕有左 即是不用怕會有干涉 因為它可以動的 這個位置 你看到嗎 有條鐵裝的 即是它這個位置是可動的 可以左右可動的 我拔出來給大家看 可以這樣動的 兩折這樣動的 那 變了你想怎樣開都可以 即是不怕有干涉 那另外呢 它那個 它的槍身 它炮身 其實都有兩 即是 都叫做有兩段的 顏色 在這裡 有深淺兩種顏色 那變了就不會太單調 因為它始終 不是RG 它的造型上 都沒有說特意做到好 即是 其實我覺得算精細的了 即是都算OK的 在細節上 但是它還有兩種分析給你 前面還要有多少呢 還有 其實不止兩重 還有三重 有些金屬色 所以其實我覺得算是幾有誠意 今次的上色 但是 唯一不足的就是我想說 剛才所說的那些 就這樣承認色的部分 就一點coating都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做完coating的話 這隻就真的已經可以好耕放 好耕玩的了 這個有少少美中不足 其實如果你是 尤其是你不是砌開模型 或者你砌得很少模型 你自己都只是素組 你想找一隻EVA的玩具去存 這個系列 我確實覺得 現在新版 其實以前舊版 也有出過 Robot 1的EVA 這次新版 你當它叫2020版 因為它是現在打著2020的旗號 它有沒有寫在哪裏呢 近期出的那些 多數都是 Project的名稱 都屬於 EVA 2020 好像現在的Metal Build 看看你儲開什麼尺寸 始終Robot 1的Line-up比較豐富 如果你是有玩開的 這個系列我都蠻推薦的 它除此之外 當然都會跟上電池Sphere 這個電池Sphere 就不特意展示 因為它是RG都已經有的裝備 裝上去是怎樣的效果 都不需要再跟大家一一介紹 之前大家可能都看過RG的影片 刀仔也是 刀仔跟初號機、二號機那個是不同的 相信熟的那些大家都知道 它的補色都補得很足 我可以比較 RG那個我懶鬼 只是做了兩重的補色 可以看到 它還補了一些黃色 所以它都 我覺得零件分析都算是很具細無遺 都沒有怎樣偷懶 它盒背都可以看 電池Sphere 它一樣 都是這樣 都是可以這樣拿 跟我現在的開法一樣 因為它小放一點 其實更容易拿到老炮 這隻的可動 就像這張圖一樣 都絕對沒有失禮 要做這些單膝櫃 就完全沒有問題 亂的即場扭 都一點難度都沒有 我不用分兩鏡 全部都可以一次過做完 隨便一點 不放到最漂亮的姿勢 但你也看到 隨便屈都屈到 其實 這樣呢 說回 除了這個2號機 其實我剛才也有說 我買初號機 他們那些來做什麼 我先把它跪在這裡 為什麼我會買初號機 除了那個Stan 就是後來我知道它會出一個 Yashima作戰的炮 這個洋箭子炮 我便拿了RG的比較 如果你知道 RG也有出過洋電子炮 這次Ruberman的特徵 就是可以可動的洋電子炮 你知道RG基本上是沒有可動的 它這個可以這樣上下動 還要 這些盒子全部都是可動的 神經病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呢 總之是運送它的 運送的裝備 就是它做一些 好像坦克車的 鋁帶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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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動的範圍都算是不錯的 至少它有先 那你RG那個就是緊了的東西 其實 今次這把 你拿回來給RG用都可以的 其實我想說 就是你EVA RG那個模型系列最夠病的就是 那些裝備 其實 那些裝備很不夠 那另外 有得這把槍呢 既然叫得 那盒東西都叫Yashima作戰重現用的 那當然有這個盾 這個盾又是我們 現在我拍片的一刻 大家都已經收到通知了 就是 之後出的EVA三號機 即是黑色那隻 就會跟這個盾 我只能夠說 頂他的肺 那它 狗不搭 放進去 三號機 那不知二號機 又會不會 S型裝備 不知跟什麼 就是 它現在 斷了大家的一個 一個 一個想法 就是我之前有想過 它會不會PB出一些裝備設 那就是 即是它未必會 可能會在其他的EVA那裡 補完前面看不到的裝備 但S型裝備 可以跟到哪一隻 又不奇怪呢 其實這個盾跟到三號機 都很奇怪 但至少 你強行說 都叫三號機 可以拿著它 但S型裝備 二號機 始終 只會 一來紅色 它只會 裝到二號機 你不會強行跟我說 裝到第二隻 還有其實現在都出得很七七八八 你絕不會出在十三號機 對吧 所以我就不知道它會怎樣做 會不會將來出一隻 DX版的二號機 然後跟回我 X型裝備 那就是 如果是 即是 到時大家 輪流講粗口 那 這個就是 我購入了 為什麼會買 這個 零號機的原因 那當然 零號機 因為我當時都收到便宜貨 那我見到 不知二百元都不用 然後就買了回來 其實本來一直都還沒買 那 我連這套東西都買了 我還沒買二號機 那時候 但後來見到 不知二百元都不用 全新 不是二手 那便買了 買回來 那 即是 即是 我本來是想把那些裝備 給RG用 就算數了 但它現在跟我說三號機 跟著這個盾 所以我都 現在很尷尬 不過先儲一下 即是放在這裡 因為它最大問題 就是我 剛才說的一件事 它始終這隻都是 跟二號機一樣 即是 它都是 即是 那些成形式 它那些成形式 都是沒有上coating 這個 即是零號機一樣 都是這些 這些主要的主色位 都是沒有上到coating 經常說滑滑滑的 是膠來的 它只剩下的補色位 白色等 這些補色位 是有顏料的 那又是 我擔心 始終擔心 擔心它旺 所以 都要偶爾拿它出來 休息一下 即是變成 我現在製造 真的沒什麼位 老實說 我遲些 安排一個 即是 過5000訂閱之後 我看安排一個 介紹一下我的模型櫃 因為 經常都會變化 現在 始終 太多東西 經常都要收拾位 那 今次的介紹來到這裡 我拿回二號機出來 今次這隻 你問我值不值得入手 如果現在 三百多元 我覺得 去到射程範圍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再跌 如果你不是急 可以再等下 始終我看到 可能現在有RG版 玩 還有三百多元 一隻 你問我 真的覺得 沒有以前那麼好入手 我不敢說 叫貴 因為 現在每樣玩具都貴了 那 就 對 對S型裝備有愛 才入手 如果你問我 或者你想儲齊 頭那三部 即是初號機 零號機 那 今天就來到這裡 簡單介紹 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 訂閱 頻道 然後 我接下來還有些 Mini Plus 等等 很多垃圾 想介紹 敬請期待 多謝大家 拜拜 日本授權 本土設計 台灣製造 千象堂高達UC聯成T系列 インスクパガサー